进行逐条讨论 先进行医师法 请宣读条文第28条 第28条 未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者 处6个月以上5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下罚金 但何于下列其行之一者不罚 一、在中央主管机关任可持医疗机构 于医师指导下实习至医学院校学生或毕业生 二、在医疗机构与医师指示下之护理人员 住产人员或其他医事人员 三、合逾第11条第一项弹书规定 四、临时施行急救 宣读完毕 第28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好,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28条 为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者 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下法金 但何于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罚 一、在中央主管机关任可持医疗机构 于医师指导下实习之医学院校学生或毕业生 二、在医疗机构于医师指示下至护理人员 住产人员或其他医事人员 三、合于第11条第一项弹书规定 四、临时施行急救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我们做一下决议 医师法第28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物理治疗师法 请宣读条文第32条 第32条 为取得物理治疗师或物理治疗生资格 而执行物理治疗业务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万元下法金 但在物理治疗师指导下 实习之相关物理治疗系组科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书日期六个月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线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 应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第32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32条 为取得物理治疗师或物理治疗生资格 而执行物理治疗业务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万元下法金 但在物理治疗师指导下 实习之相关物理治疗系组科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出日期六个月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线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 应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我们做以下决议 物理治疗师法第32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医事放射师法 请宣读条文第34条 第三十四条 未取得或经费只医事放射师 或医事放射师证书 而执行医事放射业务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万元相罚金 但在医疗机构于医事放射师指导下 实习之医事放射系科组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出日期六个月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线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 因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第三十四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由一 无一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三十四条 未取得或经费之医事放射师或医事放射师证书 而执行医事放射业务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相罚金 但在医疗机构于医事放射师指导下 实习之医事放射系科组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书日期六个月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线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 因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一试放射师法第三十四条 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医事检验师法 请宣读条文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三条 为取得医事检验师或医事检验生资格 而执行医事检验业务者 处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金 但在医事检验师指导下 实习至相关医事检验系组科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出日期六个月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间 犯前相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 因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第三十三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三十三条 为取得医事检验师或医事检验生资格 而执行医事检验业务者 处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 下罚金 但在医事检验师指导下 实习至相关医事检验系组科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数日期六个月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间 犯前相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 因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医事检验司法第33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心理司法 请宣读条文第43条 第43条 临床心理事违反第13条第二项 或资商心理事违反第14条第二项规定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金 心理事违反第18条规定者 处一年以上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金 宣读完毕 第43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43条 临床心理事违反第13条第二项 或资商心理事违反第14条第二项规定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金 心理事违反第18条规定者 处一年上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金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心理事法第43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呼吸治疗师法 请宣读条文第18条 第18条 未取得呼吸治疗师资格 擅自执行呼吸治疗业务者 处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15万元下罚金 但在呼吸治疗师指导下 实习之各相关系锁组学生或第二条锁定之系锁组 至取得学位日期一年内之毕业生不在此线 护理人员物理治疗师 医室检验师或其他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等 以其专门职业法律规定执行业务 涉及本法锁定业务时 不适为违反前上规定 宣读完毕 第十八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八条 为取得呼吸治疗师资格 擅自执行呼吸治疗业务者 处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美元以上十万元下罚金 但在呼吸治疗师指导下 实习之各相关系锁组学生 或第二条锁定之系锁组 至取得学位日期一年内之毕业生不在此线 护理人员物理治疗师 医室检验师或其他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等 依其专门职业法律规定执行业务 涉及本法锁定业务时 不适为违反前项规定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恩质修正 好 无恩质修正 做以下决议 呼吸治疗师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驻产人员法第三十六条 请宣读条文 第三十六条 为取得驻产人员资格 擅自执行驻产业务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位元上十万元相罚金 但医师或于副产科医师 驻产人员指导下 实习至驻产科系所之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书日期五年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第三十六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三十六条 为取得驻产人员资格 擅自执行驻产业务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万元相罚金 但医师或于副产科医师 驻产人员指导下 实习之驻产科系所之学生 或取得毕业证书日期五年内之毕业生 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驻产人员法 第三十六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四项 第十八案 融会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等五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11月2日举行全帝委员会议 由召集委员黄伟哲担任主席审查本案 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吉仲等 列席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 与会员于听取报告后 显认上述法案却有尽速修正之必要 应与支持 经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 全案审查完据拟据审查报告提炮院会讨论 愿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黄召集委员伟哲于 愿会讨论时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黄委员伟哲补充说明 好没有说明 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愿会有意 好无意 那么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农会法 先读条文第47条之一 第47条之一 农会之选举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九万元以下罚金 一有选举权之人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不行使其选举权或为一定之形式 二对于有选举权之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不行使选举权或为一定之形式 三对于后选人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四候选人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犯前项之罪者 提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宣读完毕 第47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47条之二 第47条之二 农会聘任总干事 自办理理事候选人登记之日起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九万元相罚金 一、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聘任或不聘任 二、对于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为聘任或不聘任 三、对于领选合格之总干事后聘人员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放弃接受聘任 四、领选合格之总干事后聘人员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放弃接受病任 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下游戏徒刑 犯前二项之罪者提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身之物或犯罪所得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 与否没收之 宣读完毕 第四十七条之二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四十七条之三 第四十七条之三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他人竞选或使他人放弃竞选 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者 除五年下游戏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十五万元下法金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总干事之登记 临选或聘证者一同 前二项未遂犯法之 宣读完毕 第四十七条之三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四十七条之四 维持现行法条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四十七条之一 农会之选举有下例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游戏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九万元下法金 一 有选举权之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不行使其选举权 或为一定之行事 二 对于有选举权之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不行使选举权 或为一定之行事 三 对于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约其放弃竞选 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四 候选人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许以放弃竞选 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犯前向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 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 不问主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第四十七条之二 农会拼任总干事 自办理理事候选人 登记之日起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可新台币九万元下法金 一 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许以拼任或不拼任 二 对于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约其为拼任或不拼任 三 对于领选合格之总干事 候选人员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约其放弃接受拼任 四 领选合格之总干事 候选人员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许以放弃接受拼任 预备犯前项之罪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项之罪者 提供犯罪所用 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 不问主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莫收之 第四十七条之三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他人竞选 或使他人放弃竞选 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者 处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拼科新台币 十五万元相罚金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总干事之登记 领选或聘任者 一同前二项未遂犯罚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奏以下决议 农会法第四十七条之一 至第四十七条之三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余会法 请宣读条文第五十条之一 第五十条之一 余会之选举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拼科新台币九万元相罚金 一有选举权之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不行使其选举权 或为一定之行事 二对于有选举权之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不行使选举权 或为一定之行事 三对于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放弃竞选 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四候选人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放弃竞选 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犯前项之罪者 其中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莫收之 宣读完毕 第五十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五十条之二 第五十条之二 余会聘任总干事 自办理理事候选人登记之日起 有下列行为取义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新台币九万元下罚金 一 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聘任或不聘任 二 对于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为聘任或不聘任 三 对于领选合格之总干事 候选人员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放弃接受聘任 四 领选合格之总干事 候选人员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物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放弃接受聘任 预备犯前向之罪者 处一年下有其徒刑 犯前二向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 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 不问主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莫收之 宣读完毕 第五十条之二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五十条之三 第五十条之三 以强暴协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他人竞选 或使其 或使他人放弃竞选 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者 出五年下有其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十五万元项罚金 以强暴协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总干事实登记的零选或聘认者 一同前二项未遂犯罚之 宣读完毕 第五十条之三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五十条之四 维持现行法条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五十条之一 余慧之选举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有其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九万元项罚金 一 有选举权之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不行使其选举权 或为一定之行事 二 对于有选举权之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或约其不行使选举权 或为一定之行事 三 对于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放弃竞选 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四 候选人要求其约或收受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放弃竞选 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 犯前向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 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身之物 或犯罪所得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 人与否 没收之 第五十条之二 于会聘任总干事 自办理理师候选人 登记之日起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九万元下罚金 一 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聘任或不聘任 二 对于理事或理事候选人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为聘任或不聘任 三 对于领选合格之总干事 候聘人员 行求其约或交付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约其放弃接受聘任 四 领选合格之总干事 候聘人员 要求其约或收受财务 或其他不胜利益 而许以放弃接受聘任 预备犯前上之罪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项之罪者 提供犯罪所拥 犯罪预备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 不论属于犯罪行为 人与否 莫守之 第五十条之三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他人竞选或使他人放弃竞选 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十五万元下罚金 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总干事之单纪的临选或聘任者 一同 前二项未罪犯罪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以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 于废法第五十条之一 至第五十条之三 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森林法 请宣读条文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一条 于他人森林或林地内 擅自肯职或占用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前项其行之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行之二分之一 因而置人于死者 处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下罚金 至重伤者 处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八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之罪 于保安林犯之者 得加重其行之二分之一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 之酿成灾害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未遂犯法之 犯本条之罪者 提供犯罪所用 犯罪预备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宣读完毕 第五十一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二条 犯第五十条第一项之罪 而有下列其行之一者 处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并科脏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金 一 于保安领犯之 二 一 机关之委托或其他契约 由保护森林义务之人犯之 三 于行使领产物 采取权食犯之 四 截火二人以上或固使他人犯之 五 以脏物为原料 制造木炭松结油 其他物品或培植菇类 六 为搬运脏物 使用牲口传播车辆 或有搬运造材之设备 七 绝采毁坏 烧毁或隐蔽根株 以图醉积之湮灭 八 以脏物燃料 使用于矿物之裁具 精致石灰砖瓦或其他物品之制造 前向未遂犯罚之 第一项森林主产物为贵重木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并科脏额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罚金 前向贵重木之数种 只取高经济或生态价值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数种 犯本条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第五十条 其本条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 于侦查中公诉于该案 案情有重要关系之待证事项 或其他证犯或公判之犯罪试证 因而使检察官得以追诉 该案之其他证犯或公判者 以经检察官事先统一者违宪 就其因公诉所设置犯罪 减轻或免除其刑 宣读完毕 第五十二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恶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请宣读经过恶读之条文 第五十一条 于他人森林或林地内 擅自肯治或占用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前向前行至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治人于死者 处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下罚金 至重伤者处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八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之罪 于保安林犯之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 占酿成灾害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未遂犯罚之 犯本条之罪者 提供犯罪所用 犯罪预备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第五十二条 犯第五十条 第一项之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并科脏额五倍上十倍以下罚金 一 于保安林犯之 二 一 机关之委托或其他契约 有保护森林义务之人犯之 三 于行驶林强物采取权食犯之 四 截火二人营伤或故事他人犯之 五 以脏物为原料 制造木炭松结油 其他物品或培植菇类 六 为搬运脏物 使用身口传播车辆 或有搬运造材之设备 七 绝采毁坏烧毁或隐蔽根株 以图醉积之淹灭 八 以脏物燃料 使用于矿物之裁剧 精致石灰砖瓦或其他物品之制造 前向未遂犯罚之 第一项森林主产物为贵重牧者 加重其形至二分之一 并科脏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金 前向贵重牧之数种 直具高经济或生态价值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数种 犯本条之罪者 提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第五十条及本条所列 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行 人于侦查中公诉于该案案情 有重要关系之待证事项或其他证犯或共犯之犯罪试证 因而使检察官得以追溯该案之其他证犯或共犯者 已经检察官事先同意者违宪 就其因公诉所设之犯罪 减轻或免除其行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森林法第五十一条及第五十二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三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请先读条文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四条 违反第十条规定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前项其行至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行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于死者 处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下罚金 至重伤者 处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八十万元下罚金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 至酿成灾害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未遂犯罚之 办本条失罪者 其肯持物工作物施工材料 及所使用之机具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宣读完毕 第三十四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三十四条 违反第十条规定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前项情形至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于死者 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下罚金 至重伤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八十万元下罚金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 至酿成灾害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未遂犯法之 犯本条之罪者 其肯职务工作务 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机具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募收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三坡地 保育利用条例 第三十四条条文 修正通过 最后进行水土保持法 第三十二条 请宣读条文 第三十二条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 或国公有邻居 或他人私有邻居内 未经同意擅自肯职 占用 或从事第八条 第一项第二款制 第五款制开发 经营或使用 自身水土流失或毁损 水土保持之处理 与维护设施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但其情节轻微 显可敏述者 得减轻或免除其心 前项情形至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行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于死者 处五年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下罚金 至重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八十万元下罚金 因故事犯第一项之罪 至酿成灾害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未遂犯罚之 犯本条之罪者 其肯职务工作务 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机具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募收之 宣读完毕 第三十二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三十二条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 或国公有邻居 或他人私有邻居内 未经同意算自肯职占用 或从事第八条 第一项第二款式 第五款之开发经营或使用 自身水土流失或毁损水土保持之处理 与维护设施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但其勤且轻为 显可民述者 得减轻或免出其心 前向情形至酿成灾害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置人于死者 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下罚金 至重伤者处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八十万元下罚金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 至酿成灾害者 处一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未遂犯罚之 犯本条是罪者 其肯职务工作务 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机具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莫收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座以下决议 水土保持法第32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四项第十九案 旷月法第六十九条条文 修正草案等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委员会 于一百六五年十一月二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黄召集委员委哲担任主席 会中邀请经济部 洋常务次长维辅等 相关机关派业练习说明 并答复委员咨询 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寻答后 经出席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 行任三案均应与支持 经讨论后原决议照案通过 三案均审查完均拟据审查报告 停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教有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 由黄召集委员委哲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黄委员委哲 补充说明 不说明 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 不意 那么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矿业法 请宣读条文第69条 第69条 为一本法取得矿业权私自采矿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获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上 一百万元下罚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应执行职务犯前向之罪者 除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亦可以前向之罚金 宣读完毕 第69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不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69条 为一本法取得矿业权私自采矿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获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上 一百万元下罚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应执行职务犯前向之罪者 除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亦可以前向之罚金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矿月法第69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 能源管理法 请宣读条文第20条之一 第20条之一 未经许可而经营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能源产品之 输入输出生产销售业务者 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获并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下罚金 宣读完毕 第20条之一 未经许可而经营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能源产品之 输入输出生产销售业务者 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并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下罚金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能源管理法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 最后进行光碟管理条例 请宣读条文第15条 违反第四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许可从事预录式光碟制制造者 应令其停工 限期于15日内申请许可 并处新台币150万元上300万元下罚欢 未停工或借其未申请许可者 应再次令其停工 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上600万元下罚欢 再不遵从者 处一年上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下罚欢 违反第四条第二项规定 未宣报从事空白光碟制制造者 应限期于30日内宣报 并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60万元下罚欢 借其未宣报者 应按次处罚至完成宣报为止 专攻制造第一项预录式光碟制制造机具 及其成品半成品 不问处于行为人与否 均得末入之 宣读完毕 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 应令其提供并处新台币150万元上300万元下罚欢 一违反第十条第一项规定 为申请合法来源识别码 而制造预录式光碟制 二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 制造预录式光碟 为压印标示来源识别码或为虚伪不实标示者 三违反第十条第三项规定 将来源识别码交由他人使用 于预录式光碟制压印标示者 经依前项规定 命令停工或处罚欢后 另有前项所列情势之一者 应在命期停工 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上600万元相罚欢 再不遵从者处二年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获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上600万元下罚金 前二项查获之预录时光碟成品 半成品 不问处于行为人与否 均莫入之 事业因过失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 且行能提出权力人授权证明文件者 减轻本罚制三分之一 违反第二项规定 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者 主管经文应废指其制造许可 宣读完毕 第十七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五条 违反第四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许可从事预录式光碟制制造者 应令其停工限制于15日内申请许可 并处新台币150万元上300万元下罚欢 未停工或借其未申请许可者 应再次令其停工 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上600万元下罚欢 再不遵从者 处一年上三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上600万元下罚金 违反第四条第二项规定 未宣报从事空白光碟制制造者 应限其余30日内申报 并处新台币30万元上60万元下罚欢 借其未宣报者 应按次处罚至完成申报为止 专攻制造 第一项预录式光碟制造机具及其成品 半成品 不问属于行为人与否 均得没入之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 应令其停工 并处新台币150万元上300万元下罚欢 一 违反第十条第一项规定 未宣请合发来源识别码 而制造预录时光碟制 二 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 制造预录时光碟 为压印标示来源识别码 或为虚位不实标示者 三 违反第十条第三项规定 将来源识别码 交由他人使用 于预录式光碟制压印标示者 经依前项规定 命令停工或处罚欢后 另有前项所列情势之一者 应再命其停工 并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下罚欢 再不遵从者 处二年下有期徒刑 聚业或科获并科 新台币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下罚金 前二项查获是预录时光碟成品 半成品 不问属于行为人与否 均莫入之 事业应过时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 且请能提出权力人授权证明文件者 减轻本罚制三分之一 违反第二项规定 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者 主管今晚应废止其制造许可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 光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及第十七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四项第20案 著作全法第98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委员会 于105年11月2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黄召集委员委执担任主席 会中邀请经济部 洋常务社长维福等 相关机关派业练习说明 并答复委员咨询 与会员于听取说明及寻答后 经出席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 询认本案应语支持 经讨论后原决议照案通过 全案审查完据你 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 由黄召集委员委执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黄委员委执补充说明 好不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 好无意 那么本案经一 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著作全法 请宣读条文第98条 第98条 判例91条第三项 及第91条是异第三项之罪 提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得没收之 宣读完毕 第98条 判例審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98条 犯第91条第三项 及第91条是异第三项之罪 提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之物 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问属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得没收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著作全法第98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四项 第21案商标法第98条 及第111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委员会 于105年11月2日 举行全英委员会议 审查本案 由黄赵纪委员委哲担任主席 会中邀请经济部 洋常务次长 委辅等相关机关 派员列席说明 并答复委员质询 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 及寻答后 经出席委员充分 沟通交换意见 协认本案应语支持 经讨论后 原决议修正通过 全案并案审查完据 拟据搜查报告提报 议会讨论 约会讨论前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由黄赵纪委员委哲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黄委员委哲补充说明 好 不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 由一 无一 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商标法 请宣读条文第98条 第98条 侵害商标权证明 标商权或团体商标权之 物品或文书 不问处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宣读完毕 第98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111条 维持现行条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由一 无一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98条 侵害商标权证明标商权 或团体商标权之物品或文书 不问处于犯罪行为人与否 没收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商标法 第98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 事项第22案 预算法 第28条及第29条条文 修正草案 请先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0月31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由王召集委员荣张担任主席 审查本案 会中逐请提案委员王荣张 说明提案要旨 行政院主纪总处 朱组记长则明 列席回应委员提案 并答复委员咨询外 另一邀请财志募等 判员列席备寻 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 说明提案要旨 及主管机关所长 回应委员提案 并进行巡答后 选及进行协商 经充分讨论 原完成审查 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由王召集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王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好不再不说明 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 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由于 无意本案经义审查会 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预算法 请宣读条文第28条 第28条 中央主计机关 中央经济建设计划 主管机关 审计机关 中央财政主管机关 及其他有关机关 应于筹划拟边盖算前 以下列锁定范围 将可供决定 下年度施政方针 之参考资料送行政院 一 中央主计机关 应供给以前年度 财政经济状况之 会计统计分析资料 与下年度全国 总资源供需之趋势 及增进公务 及财务效能之建议 二 中央经济建设计划 主管机关 应供给以前年度 重大经济建设计划 之检讨意见 与未来展望 三 损计机关 应供给 损合以前年度 预算执行之 有关资料 及财务上增进效能 与减少 部经济支出之建议 四 中央财政主管机关 应供给以前年度 收入状况 财务上增进效能 与减少部经济支出 之建议 及下年度财政措施 与最大可能之 收入额度 五 其他有关机关 应供给 决定实证方针 有关资资料 宣读完毕 第28条 照审查会 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29条 第29条 行政院应编制 国副统计 绿色国民所得 撞击关于税事支出 以转性支付之报告 前项报告内容 应于政府网站公开 宣读完毕 第29条 照审查会 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 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 之条文 第28条 中央主计机关 中央经济建设计划 主管机关 审计机关 中央财政主管机关 及其他有关机关 应于筹划 拟边盖算前 以下列锁定范围 将可供决定 下年度 试证方针之参考资料 送行政院 一 中央主计机关 应供给以前年度 财政经济状况之 会计统计分析资料 与下年度全国 总资源供需之趋势 及增进公务计 财务效能之建议 二 中央经济建设计划 主管机关 应供给以前年度 重大经济建设计划 之检讨意见 与未来展望 三 审计机关 应供给 审核以前年度 预算执行之 有关资料 及财务上增进效能 与减少 不经济支出之建议 四 中央财政主管机关 应供给以前年度 收入状况 财务上增进效能 与减少 不经济支出之建议 及下年度财政措施 与最大可能之收入额度 五 其他有关机关 应供给予决定 施政方针 有关之资料 第29条 行政院 应编制 国父统计 绿色国民 所得账 及关于税事支出 以转性支付之报告 前项报告内容 应于政府网站公开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座以下决议 预算法第28条 及第29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23案 中华民国刑法第5条 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于105年11月26日 召开全帝委员会议 审查本案 由许召集委员淑华担任主席 除邀请法务部政务次长 陈明棠 列席报告 并被咨询 相关机关 应邀指派代表列席 并答复委员询问 经报告及寻答完毕 及进行逐条审查 经审慎研究后 将本案审查完均 原今决议 本案审查完均 拟据审查报告 提醒约会公爵 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有许召集委员淑华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许委员淑华补充说明 不在 那么没有说明 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 不意 那么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中华民国刑法 请宣读条文第五条 第五条 本法于凡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犯下列各罪者 使用之 一 内乱罪 二 外患罪 三 第135条 第136条 及第138条 之妨害公务罪 四 第185条 之一 及第185条 之二 之公共危险罪 五 未造货币罪 六 第201条 之第202条 之未造有价证券罪 七 第211条 第214条 第218条 及第216条 行使第211条 第213条 第214条 文书之未造文书罪 八 毒品罪 但使用毒品 及持有毒品种子 使用毒品器具罪 不在此限 九 第296条 及第296条 之一 之妨害自由罪 十 第333条 及第334条 之海盗罪 十一 第339条 之四 之 加重诈气罪 宣读完毕 第五条 造审查会 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 及国民党党团 分别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 有意 无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 之条文 第五条 本法于凡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犯下列各罪者 使用之 一 内乱罪 二 外患罪 三 第135条 第136条 及第138条 是妨害公务罪 四 第185条之一 及第185条 之二之公共危险罪 五 未造货币罪 六 第201条 是第202条 之未造有价证券罪 七 第211条 第214条 第218条 及第216条 行使第211条 第213条 第214条文书 之未造文书罪 八 毒品罪 但适用毒品 及持有毒品种子 适用毒品器具罪 不在此县 九 第296条 及第296条 之一 之防害自由罪 十 第333条 及第334条 之海盗罪 十一 第339条 之四 之加重诈欺罪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无文字修正 做以下决议 中华民国刑法 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第24案 证人保护法 第14条条文修正 草案 等二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于105年9月22日 召开全听委员会议 审查本案 由召集委员 游美女担任主席 邀请提案机关指派 代表列席说明 并答复委员询问 余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后 选及进行寻答 并省略大体讨论 进行逐条审查 将二案审查完毕 原经决议 本案审查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 提起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前 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召集委员游美女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由委员美女补充说明 不再没有说明 那么本案今审查会决议 需交由党团协商 因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25案 入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那么本案经第一会期 第20次会议决议 交党团进行协商 应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第26案 那么第26案 本案经第一会期 第一次临时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 通案决议及 营业部分 经济委员会 夹经济部主管部分 均经过二读 其与各委员会 审查营业 非营业及信偷基金部分 令定期处理 原以 本次会议继续讨论 因本案前移 第一会期 第一次临时会 第一次会议 超越党团协商 并经院会决定 下会期 尽速进行 协商及省议 目前还有 1282项提案 上代处理 原作以下决议 令定期处理 报告院会 本次会议议程 所内讨论事项 均已处理完毕 另外 委员会送至院会 有处理共事的议案 也都已经完成审议 目前院会 已无待处理的议案 特别提出说明 下午5时处理临时提案 现在休息 再次会议 再次会议 自方的议案 再次会议 再次会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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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